马云果断出手,来优酷相约世界杯,妈妈再也不用担心我看球赛了,马云只要一出手,就不同反响,这不最近体育界又摊上大事情了,优酷正式宣布成为2018世界杯,央视指定新媒体官方合作伙伴,并拿到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包括赛事直播,视频点播,赛场花絮等多项权益,全面进军体育内容市场。 按往年习惯,世界杯的直播都是由央视播放的,很少有网络直播平台能拿到转播权,但今年的情况却大不相同了,时隔四年各国豪强积聚一堂,共同争夺冠军之杯,世界杯无疑是全球瞩目的焦点,这种全球性赛事,怎么能少得了直播呢? 而这些年来,各大平台也是亏损的厉害,阿里优酷土豆年亏损37亿,腾讯视频计划在今年投入300亿来打版权硬仗,背靠百度的爱奇艺视频,仅仅几年的时间亏损就高达70亿, 经过几档综艺节目的试水、天猫、淘宝、支付宝、饿了吗?和马等阿里体系内的以电商为基础的新零售平台,与阿里大文鱼旗下以优酷为代表的内容平台主简摸索出具有阿里特色的内容加电商新模式,在阿里电商和阿里大文鱼两个五亿级用户的融合互通上,找到了一条形之有效的路, 据悉,本次世界杯期间,国内用户将能够直接在优酷手机客户端和PC端观看64场世界杯比赛高清直播,此外,还可以通过CIDN酷苗影视在智能店市上或通过天猫磨合,天猫磨屏收看世界杯赛事高清内容,究其原因,体育产业原本就有较为成体系的开发产业链,体育赛事除了本身的内容价值, 在热点营销,明星制造,衍生品开发等方面,拥有巨大的想象力,这些都是优酷基于阿里巴巴集团的业务生态,正在推进的内容加电商战略所需要的,可是有网友表示,一直以来都是杨氏直播的,为何优酷能拿下这支大旗,是谈了什么合作,还是钱给的到位,不得而知了,不过优酷最近可以说神来是汹汹啊, 几档综艺做得是如火如荼,收获无数粉丝的心,而这次腾讯爱奇艺可是慢了一步,六月份的世界杯,又可以强烈为观了,对此你有什么看法,欢迎补充和评论哦,芝麻信用520以上的朋友,可以关注小编头条号,在主页中发送,借杯,即可获取更多和借杯类似的产品信息。 感谢观看